今天吃什麼? 阿KING跟你想碰它 今天和大家煮過湯米粉 就是蒼魚 糙米粉 我們的材料有 糙米粉 小糖菜 兩條蒼魚 豬頸肉 兩隻蛋 蔥 和豬骨湯 好了,我們開始煮了 首先,我們先煮粗米粉 很多人說粗米粉煮完後沒有味 我們怎樣可以加味呢 我們用水 開一個 放粒雞精 加些油 然後把粗米粉 放下去 煮沸 然後把粗米粉 把粗米粉變成油 平時可以放在冰箱裡 需要吃的時候 拿出來吃也可以 魚 也是 洗乾淨 把粗米粉 擦乾淨 小糖菜 切開一棵棵棵 豬肉 跟著它的橫紋 直切 這次我們是切條 首先切開一片片 然後切開一條條 醃了豬肉 先放入 先把一條條 加入半匙匙 雞粉 蘇生 把肉倒過 然後加多半匙的油 讓豬肉不要太乾 魚放在生粉上 方便煎,不會煎脫皮 先做個蛋花 因為豬肉的湯米粉 很差的是上面加炸脆的蛋 現在把蛋煎半煎炸 如果喜歡吃焦點,可以炒焦點 然後煎蒼蒼魚 煎完一邊,另一邊 也不用煎太熟,太焦 然後煎第二條 煎至有香味和彈彈脆 今晚我兩人吃就煎兩條 其實平時可以買一些很大條的蒼魚 然後切片來煎 接著加一點米酒 煎好了 我們放薑 蒜頭 爆香薑和蒜頭 聞到有香味 把豬肉炒熟 炒熟 炒熟 炒至金黃色的邊 我們把豬骨湯放進去 如果不用豬骨湯 你也可以用雞湯 或者用水 加雞精都可以 我會加一點糖 因為中和湯 然後把菜放進去 然後加一點米粉 加一點蔥粒 放進去 放進去 再把雞湯 沸騰一下 全部都沸騰熟 把剛才的雞湯 放進去 圍邊 然後加一點蔥粒 放進去 帶一點香味 可以了 大家不妨試下煮 好香 可以開餐 真的好吃 想知道我下次會煮什麼 快點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和朋友分享